有点早安 我是王显瑜 今天是1月5号礼拜天 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天气概况 瑞萱早 显瑜早 各位观众 大家早 瑞萱 今天是周末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请问今天全台的天气怎么样呢 还有 因为大陆冷气团难下 所以这几天是比较冷的 那请问这个冷气团会影响台湾到什么时候呢 麻烦你咯 好的 今天是星期天 不过今天天气还不错 是非常适合出去走一走的 那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要一直到明天过后 白天过后呢 这个才会逐渐减弱 所以明天白天过后 温度才会逐渐的回升 那今天像是今天清晨的温度 就比昨天再下降了3到4度左右 而今天呢 北部地区 清晨的温度是来到了13度 中部地区12.7度 南部地区15.8度 东部地区只有17.4度 感觉上也都会是比较冷的 而且现在中央气象局 都还在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那主要就是争顿了 嘉义以北以及宜兰地区 这些地区呢 甚至是一些空旷地区 低温都可能会下滩到10度而已的 那再来看到地面天气图的部分 现在这个高压呢 是逐渐的南下 不过还好 今天白天天气都还不错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就在东半部地区 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面 东半部地区都还是要留意 会有零星的短暂出现 而像是呢 今天西半部地区天气非常好 所以如果白天呢 走在太阳底下 感觉上会是比较温暖的 那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呢 现在是持续的南下 到了明天呢 就会逐渐的东移出海 所以明天白天过后呢 温度就会逐渐的回升了 那当然现在啊 除了这个天气冷之外 其实空气品质也是非常差的 也因为呢 这个冷空气 将中国大陆东岸的污染物 给带了下来 所以啊 全台各地的空气品质 都是非常差的 像是昨天啊 北部地区 其实不是天气不好 回萌萌的 其实啊 就是因为空气品质太差 所以天气感觉上都是回萌萌的 那今天全台各地呢 空气品质指数 都是达到普通等级 尤其在云嘉南地区 高屏地区 甚至是来到不良等级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出门的话 还是要记得戴个口罩 来保护一下呼吸道 而且现在天气冷 戴个口罩 也是比较温暖的 那再来看到温度的部分 今天白天呢 北部地区的高温 是来到了18度 中部 南部和东部地区 都是有机会来到20度以上的 感觉上会是比较温暖 但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早晚温度还是非常冷 早晚温度大概是在10到12度左右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 日夜温差比较大 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更是要留意这个温度的部分了 那今天呢 全台各地早晚温度都是非常低 可以提醒大家 早晚出门还是要记得多加保暖 那我们接着就来关心到 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来看到北北基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2到18度 再来看到陶竹苗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1到17度 接着关心到中部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0 白天天气都不错 温度是在11到20度 再来看到云林加一台南地区 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0到22度 接着往南走到南部地区 今天呢 白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温度是在13到24度 接着看到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11到20度 最后关心到外岛的金门麻祖 降雨几率是0 温度是在9到17度 接着来关心到旅游天气 那么关心完整体的天气之后 就要来关心到今天的农民历了 今天呢是农历的12月5号 要特别注意的朋友 是属马25岁和85岁的朋友 那今天适合的事情呢 就是祭祀和祈福 而不适合的事情 就是嫁娶和作造 以下资讯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把时间交还给险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